按照思路猜想下去 路晨忽然眉头一紧 小元天仙界 自太古而生六道 六道虽生于天地 但道不同 即生恩怨 不可避免 烧杀强弩 无论凡间界还是仙界 都比打乱 乱中极有法 所以才有四大仙界之分 太极图在线 路晨把阴阳两个方向分开来看 有生即有死 有死才有生 最终仙界乱象达到极致 便会改变仙界的格局 才有大元天 大元天的世界 开始的时候是残虐无度的 要经历推演和变化 所以会生成一股一股的势力 就犹如元善和忠幽先主 甚至会出现最大的宗门 这个宗门会收拢所有六道高手 将之融合 最后演变成家族 即是忠古天 甚至到最后的至高仙界 也就是说 乱仙必是让仙界等级提升的一个必经过程 现在的风源仙界 向来也曾经经历过一场足以影响仙界存亡的战争 路晨皱着眉头 画了一个又一个形同元神的太极图 每次想通了什么 都会让太极图存在的时间变长一些 久而久之 路晨推演的仙界变化 终归是走到的尽头 要是仙界就只剩下一个家族呢 愿必消 愁必逝 换而言之 最后得来的将是一处与世无争之地 为之乐土 桃源 我明白了 梦然间 路晨站了起来 将自己身边无数太极图全部抹杀掉 凝神静气指点虚空 画出了一个超大的太极图 这个太极图 中央两点混沌光芒万道 天机 乃是上苍变化之道 路晨在其中上方一点混沌 轻轻松松的一点 局部的点黄混沌忽然扩大数倍 这话便是大道治理的忠景 这是废话 也是治理 路晨把手指落在了下方一点混沌精髓上 手势一顿 陷入沉思 仙界的变化 等于未面的演化 达到终极 就犹如这太极图 两点混沌精髓 占据天地 天地元气发生改变 拥有混沌 变成半神 混沌打开 立于神界天地 便是神 混沌 神 我明白了 陆陈突然之间豁然开朗 什么狗屁天机造化 这些不过是成神的必经之徒 所谓的造化便是让混沌衍生的先机 不练物造化 难以生混沌 无法开辟子府天地 无法演化元神 相反 如果仙物造化 获得一丝混沌 当混沌大开之日 便是成神之时 想到这里 子府中央九大元神 突然不再沉寂 而是欢快地跳动了起来 陆陈瞪了瞪眼 惊骇地发现 九大元神的混沌精髓 正一笔之前快上数倍的速度 无限地扩散着 很快就占据了超过半数的元神 这 陆陈惊喜交加 再一查看自己的修为 竟然达到了八级地境的地步 八级急前煞境 这么快 修炼一时 陆陈忘了时间 他却不知道 这一次顿悟 他用了整整五百万年的时间 玉虎 时间到了 正当陆陈大彻大悟出 成神的奥秘之后 一声清朗的仙音 打破了仙牢中沉寂了五百万年的宁静 陆陈听出来了 声音的主人 是风源仙主 这么快就五百万年了 我还没有修炼呢 震惊地想着 陆陈突然一笑 暗道 我已经是八级地境 还用得着修炼吗 就算现在回到中幽仙界 恐怕也能与中幽一战了 还是抓紧时间把风源天丹搞到手吧 有了强大的修为 陆陈也开始自信起来 默默地点了点头 任凭一股仙风 把他带到了仙牢的另一处 虚无的天地间 陆陈看到漫天漂浮的玉景 风源仙主浑厚的嗓音 与此同时紧跟着传出 第二阵 什么 要说在五百万年前选择 陆陈肯定会祈祷自己 抽上一个修为 比上官飞雄还要低一些的地境高手 这样一来便可以省些力气 可是现在 陆陈心里就没那么忐忑了 拥有八级地境 饶是上官战阅 也不在话下 还有什么可担心呢 仔细满满的 陆陈随意抓住一块玉景 玉景只在陆陈的手中 停留了片刻 便被一股奇怪的力量 甩出了仙牢 而后 这离山顶洋洋的人海上空 忽然呈现出三个打字 庞中烈 庞中烈 群山脚下 鲜羞兴奋的目光 凛凛传至 同时落在了庞家某个老者的身上 腰腐庞家 皆是瘦身之体 这老者身上的气势 颇为不凡 竟然是一名八级地境高手 八级妖帝啊 李牧风哭笑着摇了摇头 使得一众利家弟子跟着他也是哀声叹气 上官战月乐乐出来 众目睽睽下说道 鲜羞也够倒霉的了 上次是七级先帝 这次是八级妖帝 层层拔高啊 哈哈哈哈 杭腐羽微微一笑 说 勝负还不一定呢 五千年前 玉虎便能战败上官飞雄 在先老中 他过了比我们足足多过千倍的年头 依我看 实力离这八级也不远了 上官战月赞同的点了点头 说 嗯 不错 这场仗一定很精彩 不过忠烈也不是泛泛之辈 想要胜过忠烈 恐怕要费一番力气 然后 虽然没有说下去 但凡听到此话的人 皆是为陆臣而大为惋惜 可怕的 不是庞忠烈这个八级地境 而是紧接着没有任何喘息功夫 要面对的上官战月和庞腐雨 中间没有休息的时间 陆臣即使胜过庞忠烈 一定会法力大减 到时候面对更高级别的九级地境 还是拥有着无数宝费 还是拥有着无数宝贝的两大家主 胜算定然不会高到哪儿去 风原先主默不作声 将玉浅收起 说道 庞忠烈 辱阵 等等 正当庞忠烈刚要进入仙牢的时候 忽然庞腐雨叫出声来 风原先主微微一睁 庞忠烈也止住了脚步 在场修士 皆是看向庞腐雨 庞腐雨对着风原先主 恭神一礼 玄子说道 请先主稍等 你要干什么 风原先主不悦道 庞腐雨看了看上官战月 说 上官兄 最后一阵 乃是你我二人其中之一 依我看 上官兄也不想占玉湖的便宜吧 哦 上官战月愣了愣 马上明白了庞腐雨的用意 点头笑道 哈哈哈哈 嗯 不错 虽然现在玉湖的修为 有可能堪比巴基地精了 但若是让他法力大损 而与你我再战 即使是赢了 我们也没面子呀 庞腐雨笑道 的确如此 所以 他转向忠忧先主 说 先主 若是上官兄同意的话 庞谋想让这一阵忠烈直接忍败 啊 群修争主 他马上明白了两人话中的意思 一个个挑起大拇指 称赞起来 哎呀 看看啊 这才是三大家主啊 好大的威风 不占人家便宜 这才是高手的风范啊 那是 三大家主是什么人啊 区区一个玉湖 就算再让他在仙牢中修炼五百万年 也不可能比得上两大家主的 你懂什么 两大家主是怕陆尘战过三场以后赢了没面子 现在好了 只要击败玉湖 那叫胜的威风 山间的窃窃私语传来 无不是对两大家主的赞美之词 庞忠烈更是不敢有为家主的心思 当即称道 先主 此阵忠烈弃权 风源先主无话可说 点了点头说 那好吧 回首 风源先主阴入仙牢说 玉湖 第二阵 庞家任败 你可以直接进入第三阵了 什么 还有这当好事 尚且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的路程 听完之后心下大喜过望 他可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心思 人家肯认输 那是再好不过了 时间有限 路程想都不想 看到前方两面遇见腾空而起 顺手便抓了一个 庞富宇 庞富宇 战阅富宇两大帝将 皆是炼器高手 被誉为神将 身上的宝物自然多得难以估计 可以说 路程不管选择两人任何一个 想要过关都非常难 而庞富宇又是妖帝 肉身力量极强 传闻中 他还身兼高身的伏法 已入化境 为人诡诈 奸华 实难对付 虽然人人心中有数 可是当路程翻出预检 呈现出庞富宇的名字的时候 山巒的唏嘘声 还是情不自禁的响了起来 庞富宇眼中流露着高昂的战役 转向上官战阅 得意的说道 上官雄 对不住 庞某 接下这一战了 上官战阅 一直以来都想会会入城 只是人家没有选上的 微微有些失望 不过庞富宇 与他势均力敌 他也没有意义 庞兄啊 莫要出仇啊 开上一句玩笑 上官战阅 很有风度的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庞富宇也不见怪 微微一笑说 放心 庞某 不会给风源丢人的 正打算离开 立木风忍不住出声道 庞兄啊 丽某有一事相求啊 庞富宇深沉一笑 戏谑道 你是想让我饶他一命 一目风羞愧的点了点头 说 玉虎虽是我的结拜异地 但他始终是中幽仙界的人 总有一天会回到中幽仙界 不会影响风源仙主之位的争夺 上官战阅 庞富宇 风源仙主 饶有深意的对视着 庞富宇笑道 急入仙劳 生命各安天命 这是仙主大人说的话 交起手来 即使我想放他一条生路 也有心无力 庞兄 立木风双眼一瞪 攥紧了拳头 庞富宇也明白立木风和陆臣的情谊 对一个救了自己大哥的人 要是真的把话说死 必杀陆臣的话 庞富宇知道 立木风一定不会跟妖府善罢甘休 而后所导致的将会是两大家族的正面交锋 庞富宇虽然不怕立木风 不怕魔府 可也不敢视之无物 于是 但笑道 我尽量吧 自信满满的说着 立木风重重的点了点头 说 那就多谢庞兄了 庞富宇摆了摆手 不再理会立木风 转过身来 对庞园先主说道 请先主大人送庞谋入阵 庞园先主点了下头 袖子一挥 送出一阵轻柔的风 将庞富宇送入了先牢当中 河风顺 河风顺其变化 刚进猛烈 如刀子般吹过陆臣的脸庞 等了很久 终于 庞富宇的身影出现在虚空中 为几两人开口虚空变换 把两人带入了一片塔林之地 陆臣侧目 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石塔之林 高耸 林立 塔尖处各有鹰 虎 狮 雀 龙 豹 等猪般兽相 表情猙獰 林中有虎啸狼肺之声 狮儿 狮吼伴随 天光映射着塔林上的兽相 在空中呈现出兽身法相 蒸灰于续阳 树塔之林 庞富宇出声了 老迈而又低沉 但不识威严 这是风源仙界 在步入中古天的时候 天兽一族的东府 有众仙凶之兽 一千三百种 也是眼下本地的妖府之根 先是一番介绍 庞富宇又居高临下的说道 本地不想占你便宜 但先劳之规则不可改变 地方是先主选的 本地左右不了 所以我让忠烈 我让忠烈弃了拳 与你谈而皇之的一战 此地乃是本地修身之所 与你在此斗法 还是有欠公平 这样吧 本地将修为压低至八级腰地境 只要你能胜过我 便算过了最后一关 庞富宇微风八面地站在塔林上 两只眼睛散发着悠悠的蓝光 自信高傲 蔑视着陆臣 陆臣抬头看了看庞富宇 感受着对方一声 旷世绝伦的法力 暗自赞叹着点了点头 到底是义府府主 说出来的话 让人听得舒服啊 陆臣呵呵地笑着 目光与庞富宇对视 没有分毫的惧怕 既然如此 玉湖就不客气了 说完 陆臣已经摆开了架势 达到八级地境 他也想看看 自己与真正的九级妖地的差别 有多大 庞富宇微笑如风 抬起手 掐起一张紫色的仙符 仙符画着一头巨兽画像 厉齿奸森 目中寒光直冒 轻松从容的 庞富宇将仙符扔了出去 紫光绽放之后 仙符碰的一声炸开 一头似时似虎的巨兽 出现在陆臣的眼前 紫色仙符乃是神品仙符 在仙界中 仙符达到极致 与仙帝所施展出来的威能 并无差别 但神品仙符 也视乎修饰的境界 若是像庞富宇这样 达到了九级妖地的 纠级之境 除仙符不能持久的缺点之外 一张完美的仙符的威力 并不比它低弱多少 仙符中 既以凶灵兽的方法 不同于灵兽圈 灵兽圈中圈养的仙兽肉身 神念都在 与仙修一般无二 而仙符中的仙兽 就是实打实的神念结晶了